全地投稿在中山路的万得病院是一间百万年的病院 三当前 大家千万百百百的洛云丛技术过程了过 这病院就过来没对我开口 在六技术百个名单的这天 她的十五期六军美高兽 也代表处来的人 将这间老厨提供出来 要和下苦的基因来使用 欢迎告示官 也将几位相关的外党 毕竟投稿的公告示人材 也要将六技术观察民众的精神 继续团圣下去 这个是药局 我妈妈那个药的家 也是我拿零用钱的 万得病院是因自小和生活的环境 也是很多投稿人感情最亲密的所在 我们算了 我们在青菜体质 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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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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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很好 全市民 这也是很严格 很严格 很严格 思想 对我那时候小朋友 跌到相生他真的可以吃表心 我送你姐姐很严格 她很严格 我都没有五口 她想想想她用我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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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 虽然已经没有住在肚子 長老闆這個便宜要重新開放 一定要帶到全家大小 來這裡看一看 走一走 在這裡不僅是 暫緊讓羅伊斯看別的人 和他開港過的年輕人 也有很親愛的英雄 因為爺爺他對每件事都是 枝頭滿他的熱情 然後沒有無私的奉獻 看到瑞爺那時候 他怎麼去克服 其實對我們的影響也滿深的 對 很有激勵的作用 洛伊斯非常的疼愛完備 他如果有學生來 他就是很熱情的招待他們 那我那時候就心裡想說 如果有一天這個地方他可以開放 那這些年輕人進來 我想那應該是洛伊斯想到的 國民老師王湘姊的 帶到學生做調查 也用了很多時間整理便宜 再加上婚姻故事關的家事 後來觀眾的女兒 決定開放這間老廚 1914到現在已經100多年 那我們做一個繼承者 我就覺得說 怎麼讓這個老房子 就重新的被開啟 爸爸一直跟我們說 他在土庫是在賺錢 他不是在賺錢 剛好30號是我爸爸的生日 所以剛好是100歲 我就讓大家 就是給這個老房子 一個新的生命 這裡已經是成為一個文化基底的平台 然後大家一起來做 然後共創共享 雖然如果爸爸已經過往 但是他的精神 永遠都留在老土庫人的記憶當中 對他的女兒和鄉親來說 也在便宜 就是永遠全都愛和關懷的家 去吃靈一靈 才會放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